好們,那我想要簡單的分享這裏 他第六大典的第三終點 他說到這個對父丈夫所一見妻子 這個事例是預表著基督對他的幸福和造位所引起的妒忌 那這裏很提醒我說 我的釋放啊,這裏應該是要回到起初的愛 就像就在起初二章四節那裏 以補所造位被主責備說 有一件事要責備就是你離棄寮起初的愛 那他這裏的註解就是說到 在遺囑所有的造位呢,雖然有好行為 有為主勞碌,有忍耐 還可以失業出假使徒 但他因著離棄寮對祖起初的愛 所以受到了這個責備 那他說到這個離棄起初的愛就是 造了一切各階段中一切墮落的根源 所以當我們在侍奉到 在勞碌,在為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呢 我應該要請他們提醒自己 我愛你 我愛你 不要一切對你善好的 我愛你 魔佐第一大典 等到我們民宿界的忠心思想 還是基督是神子民的生活意義 見證和忠心 主的編祖成君 將這個以色列的十二個字號 我要再安就是這個部署安女 他們的方師乃是對者會幕 也是對者基督 對 就是非常的摸著 他們不是向著外面 而是向著這個會幕 看外面的環境 也是維護裡面的這個基督組的見證 現在我們現在的時刻是對準組 而且都是我們的生活意義見證中心 就是基督自己 對 然後在一開始導入的時候 我就導入到這個二十歲以上 能出去打仗的 對 他首先就有一個疑惑 我想說到底是二十歲以上能出去打仗的 還是有兩個條件呢 是二十歲以上並且能出去打仗 對 他就剛才第六大典就回答了我這個問題 他說編祖成君和侍奉是根據生命和年齡 但一個以色列男子也許年齡夠成熟 也就是達到了二十歲以上 最可能帶著誤會 但是在神的陣營跟軍隊裡面是不能有誤會的 不能有軟弱和幼稚 那不是這樣他就是不能出去打仗的 我們覺得非常的受提醒 可能我們覺得我們生命有長大 生命達到一個程度 但事實上我們可能還帶著許多的誤會 我們現在只有抱著主的保險 我們才能屢敗屢戰 我們能夠勝過肉體全然勝別 再分享一點 感謝主這次給我們一個機會來 預備就分享 至少把概念讀完 我們在聽的時候就很多部分都發出亮光 我也分享第七大典就是 民宿記錄像說做拿戲耳的 這是讀這個民宿記蓋根的時候 他有點熱摸著我 然後做拿戲耳就是成為聖別 做拿戲耳不是說 我們自己想要去為神做很多的事情 不是想說我們要去傳福音去祝福羊 而是我們要把自己分別出來 對 我們今天十歌唱的 就是他保守我們的心 保守我們的世界上分別出來 這是最重要的 分別殘為聖別 分別出來是讀手最喜悅的 對 摩托聽用最後說 福音結醒是只有傳福音 而是要過節 也就是要有享受 我們摩托有一句話說 不該只有 在校會中不該只有 事奉做工老虎 而沒有對基督的享受 只有做工想要達到讓人滿意 所以我卻沒有對基督的享受 對 其實我需要過節 對 我需要給掌聲的第一度 對 對 我們摩托第七大點講到說 這個拿戲耳人是自願奉獻的人 對 他們借著取特別的願 將自己分別歸給神 對 需要兩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要取特別的願 對 所以我們需要奉獻的願 對 第二個我們就需要歸一個聖別的生活 對 其實就是我們大學弟兄姊妹之家的生活 對 我們需要一個心願 就是我們現在要先 要先駐金弟兄姊妹之家 對 而且在大學階段受成全 對 那第二呢我們需要過一個聖別的生活 對 那其實當中講到的其實就是大學生活的經歷 就是要棄絕屬地的享受 對 當然我們在過團體生活外面的同學 都會要我們出去參加一些外面的享受啊 然後請我們去參加一點屬地的享樂 對 但是我們需要棄絕 對 第二呢我們需要學習服從 對 我們常覺得學長啊 學姐啊 帶我們出去傳福音啊 或者是帶我們出去牧羊 都覺得非常的不願意啊 那我們就需要學習服從 對 第三呢我們需要 讓我們勝過天然的天然的情感 對 我們常常自己有許多自己的感覺過不去 對 所以我們需要依靠我們的弟兄姊妹 對 讓大家能夠勝過天然的情感 對 所以我們就要離脫離死亡 對 我們差不多知道 我們可能去參加外面的活動 可能參加一下就死掉了 可是我們還是常常想要去參加 所以我們需要脫離天然的脫離死亡 OK OK 現在一人30秒 OK 摩著第九大典 畢龍說到 這個 立位人的是 是從25歲開始學習侍奉 並且30歲正式開始侍奉 對 摩著 摩著第九大典 就說到 我們 預備聚會就是一種訓練 我們主實在是教授 我們在這樣的聚會中 能夠受他的訓練 對 呃 這個 第六大典就說到 雖然 一個 以色列男子也許夠成熟 但是他可能帶著誤會 對 我們 所以我們就是在我們 在要 這個供職之後 要對付電污和除去誤會 對 要跟麻風漏陣 還有 接觸死的不解有關 對 然後我們需要有這個 團體的對付 和個人的對付 對 對 並且我們 因為基督 呃 對我們是 還有照會是基督的 所以我們向著神 也要是絕對的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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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在得這多少人 我們那些事物先侍奉 但是我們忘了這後面兩個字 接期 我們可以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奉獻自己 拿希爾特別的願 第二就是羽舌配合 第三就是享受這節期 我們要做這些 為人侍奉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有祭祀的眼光來探測世報 那麼我特別工作 所第七點他說 拿希爾人要 誓言我們對主的絕對 拿希爾人是藉著特別的願 絕對徹底的將自己 奉信分別出來給主 那我實在 現在目前還是有些高中的 屬天然的想法 所以我祝敬的弟兄之家 一直訪過團體生活 當主啊主耶穌 能夠拿希爾人 能分別出來 對給你 對 很摸索在這裡說到 我們需要有個聖爺的釋放 然後釋放應該是基於我們的生命 還有我們的冷人的意思 更好被一波在福音節池的時候 常常都不知道自己和福音朋友分享的話 是出於我自己還是出於神 因為看見這樣的事 我們是要先聯誼神 所以就很保證我們在出訪前 都會有禱告 不然只看中這樣的出訪 你要看中這樣的禱告 我們就可以先回到神的面前 阿明 阿明 我們問摩主我們需要做拿希爾人 然後需要留下特別的樂 對 然後我進到大學 然後我看到福音節期三個禮拜的行動 我覺得主啊我到底怎麼可能拼得上去 然後結束 這樣拿希爾人特別的樂 這樣我們的訓練 阿明 我們摩主的第十大點說到我們的照慧生活 該有事奉也要過節 大家跟同伴們分享的時候 發現我們享受的點是一樣的 阿明 那我們說到福音節期的時候 我們只會想到要出去 然後要老苦 要可能要一點的佛認子 還有很多的把自己勾上 阿明 所以後面有節期的享受 阿明 然後先享受基督 阿明 我們慢慢有享受的時候 我們這樣子的出去是不一樣的 對 我們接觸到我們的時候 會看見我們是真正有享受的人 阿明 我們在福音節期 有享受也有侍奉 阿明 我們摩著五張這裡說到對付電污 每個三次這樣說到聖靈的侍奉 似乎有侍奉的為著神就很好了 但他需要的是我們也要對付電污 這樣我們就解除乾淨 我們今天後面第三點說到 對付丈夫所贏替的妻子 這是預感基督對他的信徒 和教會所起的妒忌 阿明 所以妒忌是一個很強烈的詞 對阿 神是因為妒忌的丈夫 他希望我們對著他是一個 真結的童女 對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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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明 我好莫折直接就大點說到 這是我們團體的對付 就是之後還會有個人的對付 阿明 好莫折想說到 我們個人的神其實都需要有無愧的良心 對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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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需要熟悉我們的這一團建造主的身體 我們很抱貝弟兄們說到他們 就是我們也必須要一個願意服侍的人心 而且我們還需要一杯受訓練 而且也很抱貝是說到哪些人是借人取特別人願 然後在自己分別成為聖典然後分給主 Amen 現在六四妹 剛剛沒有覺得很榮耀 大家對福音結寫的感覺 可能跟趙琳哥一開始來到大專屬 感覺也很抱好可怕的三週 只是天的門何等可畏 但是如果我們在民宿界的觀眾就會發覺說 神實在很大眾 你們覺得其實你在這裡覺得你可能不是二十歲 但神說你是二十歲 那這樣應該不是亂講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神給你三週的福音結寫 就是說呢在這三週裡神給你一塊的免疫要你去增加 所以也就是說呢神說你是二十歲以上 至少我們都相對成熟到一個地步說 主啊我可以在我的大專校約裡為你勞苦 Amen 所以神把這三週命定給你 叫你在這裡呢能夠編主成君 在你的校園裡就是神緬究給你的美帝裡 叫你在這裡具有美帝 對 所以你看神何等高抬我們 對 把美帝賜給我 對 告訴你說只要你有同伴 在這裡啊編主成君 Amen 感謝神我們就要繼續得多美帝 Amen 所以你要知道如何得多美帝 那一個起源是什麼 就在民宿記第一章那裡說什麼 要屬於 Amen 對 那你說只妹妹你有沒有 發覺這裡有很多的條件對不對 要二十歲以上 要是男丁的 要儘快首領 宗主的認可 對 要編主成君 部署 我還要成為立位 我還要奉獻自己成為拿希爾 蒙三一神的祝福 對不對 然後呢將我的一些財務奉獻給神 最後我要來過寫 好像有很多的條件 但你要知道怎麼樣得多這些的條件 其實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不是在民宿記這裡起誓出來 而是你需要去讀出埃及第30章 那你說什麼呢 說到一件事情啊 就是出埃及第30章 講到金香檀以後 很特別的講到各種器具 金香檀之後呢 他就講到一個啦 不是聖所裡面的器具 叫做啊 贖罪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 讀到贖罪瑜的時候 會不會跟我以前 說幹嘛要講贖罪 那你知道贖罪瑜 在這個聖經裡的功用是什麼嗎 就是有連於這個贖底 因為啊 那你說啊贖罪瑜啊 按著贖罪啊 角角的那一個啊 半色色的 然後呢 角角的贖罪瑜 總共是60萬 零 三千 五百五十 那如果你去讀民宿記這裡的時候啊 說啊 按照被贖底的 以色列中啊 剛好也是 六十萬 三千 五百五十名 也就是說啊 當你在這裡啊 奉獻啊 半色客人的贖罪 那麼啊 就帶進一個結果就是啊 被贖點 也就是說你被贖點 也就是說你被贖點就是 表示啊 你需要交半色客人的贖罪 所以我們要問一件事情 如果主啊 今天我在這裡願意被贖點 主我要做什麼 主說你需要交半色客人的贖罪瑜 對 好 這個贖罪瑜是連於什麼 是連於金香 因為啊 贖罪瑜在聖經裡啊 第一次被啟示出來 就說了啊 他是在金香堂的時候被提到的 在這裡就說出 我們怎麼樣能夠 將我們自己奉獻給神 交這半色客人 就是說我們需要有金香堂的祷告 金香堂的祷告就是為了啊 使你能夠成為二十歲 對 你說主啊 我在山中福音堅持 可能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我還可惡 等到啊 第四天第五天 我就覺得很灰心啊 然後我的同伴可能就不出去了 這個編主都會叫瓦禽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金香堂的祷告 你為著你的同伴祷告 你的同伴為著你祷告 你要知道這個編主呢 是神聖的軍 對 他是不會瓦解的 因為你啊 一直從金香堂那裡 這位代求的基督得著共业 對 所以現在六姊妹 我們啊 再說到 你要怎麼樣能夠享受福音結起 真的是結起 你需要有金香堂的祷告 是 沒有金香堂的祷告 結起那個叫做做光 那個叫做勞 那個叫做女與服侍者之間的爭長 你每一天都要花很多的時間 怎麼樣去拒絕服侍者 那很累你知道嗎 服侍人也很累 但是如果你有金香堂的祷告 很簡單 你跟主說 主啊流出火水來 供應我 主啊流出火水來 供應我跟我的同伴 就能夠在這裡享受這個神聖的生命 你為你自己祷告 你為你的同伴祷告 你在那裡啊有一種啊 每天有一種的祷告 在那裡叫活水能夠在那裡吃個禮 叫那個馬來能夠在那裡供應 像你啊 你這個活力小組啊 月出去的時候啊 雖然被拒絕 但是你們很死的 最多原因一件事情就是 你叫半色克樂 你在那裡啊 有被那個金香堂的祷告 你就能夠叫那個半色克樂 這個喔 半色克樂啊 贖罪很特別 它不同於羔羊 所以啊 羔羊是為了每一個人 你只要蒙救贖了 都享受羔羊 但是這個半色克樂啊 是為了願意祷告的 願意啊 在那裡啊 有份於這一個啊 金香堂祷告的 對 這一個啊 半色克樂的署罪 它要做什麼 它是拿來啊 做這個帳墓的毛做的 對 所以啊 帳墓啊 它有很多的圍子對不對 還有很多的蓮子 它要怎麼樣能夠建立起來呢 就需要獻上我們這一個署罪 對 它就要變成老座 變成這一個註 然後啊 將大家聯繫在一起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不是單獨的出去 我們的奉獻 我們應該第一個 要有一個團體的奉獻 對 主啊 我們是在這裡靠著我自己一個人做 我要跟我的同伴 一同的鞭主成軍 我們要啊 不僅我奉獻 我跟我的同伴要有團體的奉獻 對 你在一個活力小組出去的時候說 主啊 我們將我們自己再奉獻給你 對 對 這那裡就有一種的建造 對 這那裡啊 就有一種鞭主的成軍 對 這個就是啊 你的贖罪 你的奉獻會帶進一種的建造 而這一種的建造就能夠誤會啊 你在校園裡面的建造 所以現在六姊妹 在啊 福音節洗的一開頭 不要把禱告也當作一種的奉獻 要把禱告當作一種的開始 一種的享受 就是啊 你要有一種的領會說 我怎麼樣開始享受這個節洗呢 就是啊 從你的禱告開始 而且不只你一個人禱告喔 你要搞禱告說 主啊 誰是我的同伴 不是只配給你的同伴 不一定是你的同伴 但是啊 你奉獻你自己 別人也奉獻他自己 你知道啊 祷告了 主就會將你的鞭主成軍 對 你們啊 越是有更多人的禱告 在這裡啊 就有更多的廉址跟進展 Amen 所以現在六姊妹 節洗不是從 你進去美帝才開始 節洗是當你獻上金像團的禱告 你就開始享受這個美帝 對 所以六姊妹 我們要祷告 你要為你的配搭 他或許說 主啊今天我想要帶一個人的救 你要祝福他說 對 節三者是你的同伴喔 謝謝 余軒對不對 比如說余軒子妹祝福你 今天能夠帶一個人的救 為他祝福為他祷告 他也為這個 節三祷告 彼此的祷告 彼此的祷告 彼此的代求 然後啊 如果你的同伴今天說 我們今天實在是有一點累 那我們就可以祝福他說 主啊 求神用火水赤福給你 對 我們來祝福給你 對 感謝主 當然啊 這個時候啊 有一點的巧克力 謝謝 人性的呼吸也是很好 但是吃一吃呢 享受享受主 祷告祷告 就別再出去 相信真正的為我們跟故事是從主來的 不是從我們同伴彼此的代求來的 好不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有這個 一點的練習 好不好 我們要編主成君 我們現在現在好不好 我們兩兩三三 我們再把自己啊 奉獻約主 有位同伴們來做祝福祷告好不好 叫我們金香們的祷告 神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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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